今天节目一开始 当然还是要来聚焦 AI盛世台湾Team继续狂舞 台积电股价今天还是很强 本来眼看要回档休息了 没想到尾盘吉拉 最后维持981平盘 继续往千元来扣关 算了一下 今年过一半 台积的股价已经涨幅超过6成5 有人传出 3000万梭哈台积电已经爽赚 八位数了 但回头你来看 驱动这一波狂潮的核心 当然就是NVIDIA 黄仁勋 他当初如何一路把Intel 把高通都得罪光了 然后自己像个过河竹子一样 默默地创造超过5900倍的获利 最后登机市值第一 没错 今天台股继续创历史新高 这里面来说 当然AI的两个大龙头公司 一个是广达 一个是鸿海继续在往上冲 那台积电今天略为休息 不管尾盘的时候还是拉到平盘 那今年来说 它的涨幅已经来到65% 等于是说如果你今年 年初买一张到现在为止来说 就赚了38万 那整个目前为止台积电 ADR市值已经来到 9319亿美金了 下一步可能就朝 一兆美元的这个大关挺进 那事实上现在分析师都蛮看好 台积电有可能会成为 下一个兆美元俱乐部的成员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为止它的订单 真的相当相当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阵子包括AMD NVIDIA Intel 苹果什么全部都要下单 而且现在传言说 黄润轩应该接受 这个台积电的涨价 所以对他的订单不但爆满 他价格还会往上升 获利真的是水涨船高 那目前为止来说 连过去一段时间 韩国媒体都老是在酸 台积电 他现在认输了 他说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拿不到订单 因为归于台积电的高粱率 还有可靠的先进制程的生产力 好 那我们就讲 高粱率来说的话 这个台积电目前为止来说 5奈米跟3奈米的粱率 是大概80%以上 目前为止 三星还在20%到30% 所以这个就完全比不上 另外就是因为我生产能力比较好 所以你给我的今天 我可以生产的比较好的状况 包括说像封测 你看之前高通给三星做 就会热过热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除了高粱率 还有先进可靠的 这个制程的生产力 变成是牢不可破 他的护城河 那当然了 对于三星来讲的话 他现在能怎么做 就挖角 打不过你 我就挖角你 对 没错 那怎么挖角呢 主要三星目前为止 从辉达挖了278个人 然后台积电挖了195个人 然后英特尔挖了1138个人 但是辉达也会挖三星 所以辉达员工来说 有515个人是来自三星 所以这个互相来挖角 挖角来挖角去 但是我觉得大家反而要留意的是说 三星从台积电挖的人 因为为什么 三星之前曾经有挖过梁梦松 所以那次让他整个技术 大幅的增加 那这一次他挖什么 你可以看到 显然三星把目标 放在先进封装这一块 他挖一个重要的人 只能够把那个型做出来 但是那个魂 他没办法做出来 什么叫魂呢 台积电的型 当然是很多工程师 但是他的魂是什么 他的魂其实就是他周边的 所有的供应链的搭配 这才是真正他的魂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COAS封装 这是基板 然后这是中介层 然后这是HBM 然后这是台积电订工 带的这个SOC 这么多东西 你要什么 要封册做起来 那台湾有没有封册 有 我们目前日月光 还有细品 还有历程 都是全世界封册的 遥遥领先者 那目前为止 韩国的封册 在全世界排名 25名内只有四家 所以他的市占率根本就没有封册的能力 台湾不只是有这个 这个金融带工能力 我们封册能力还非常强 尤其是你看 南韩的封装人才 大概是500个人左右 那我们台湾的台积电来说 就台积电 光是台积电 就7404个 你根本不用讲 日月光细品一大堆 而且台湾还有一个最强 这个其实是强中之强的 就是因为COAS这些东西 是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 所以你知道 所有封装的这些COAS设备 都是只有台湾能够做 所以你即使要进来都很难 像台湾几个 像军华 或者说像什么红硕等等 这个都是独家 那你知道 现在搞了怎么样 现在韩国也要来挖这些人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种护城额 绝对不是他短时间之内 能够追得上的 所以AI台积电 现在变成了剑法 变成了龙头 所以想追赶的 全部都挖台积电人 台积电老老早就已经 布下了独龙潭 让你手都伸不进来了 对 没错 那当然除了加薪之外 另外就是还有非常多的 员工的这个计划 特别要推出一个 叫全球员工认股计划 这个简单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自提基金 要买这个台积电的股票的时候 公司帮你补助15% 假设你要买100股 那公司帮你出15股的这个钱 这样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就是他有很多 所谓的预额津贴 他的预额津贴来说的话 他目前为止也是台湾 生产这个新生额最多的 这个去年来说的话 约莫生产了2463个人 那当然生育补贴加码10倍 然后幼儿园在这里面 然后配合这个公司员工上下班 所以要靠所谓的幸福感 留住台积电的员工 驱动这波AI狂潮的核心 当然是NVIDIA的黄仁勋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当年只是一个过河竹子的角色 如何胆这么大 一路把Intel 一路把高通都得罪光了 在若干年后 交出了5900倍的惊人获利 登机登上了地表 市值最大的公司 对 没错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你看一个台湾的 Gina创造的公司 是可以到世界第一 你知道他的这个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身价大概约莫是1300亿 前几天的时候 一天增加40亿美金 身价大概是1300亿 他现在的整个 这个身价来说是1000多亿美金 好 那目前为止 全球排行榜是第11名 那当然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对挥打的这个股价 还是持续看多 甚至连美国的分析师都说 挥打未来一年的市值 可以到达5兆美金 现在是3兆 5兆就一直在涨50倍 那目标价就从140到200块 那当然了 因为为什么我说 这个很感人的故事呢 事实上他在五年前的时候 连20大都排不上 市值排名 现在就不但已经排到第一大 而且开始呢 有机会拉大跟第一 第二名的这个差距 那实际上我们来讲 他过去的故事 他1999年的时候 当时NVIDIA上市 那上市那时候的 这个贾伯斯回锅 这个苹果 那当时英特尔是半导体的王 就没想到 他三年之后呢 他就挤升到标准普尔的500大企业 所以算是厉害 然后目前为止来说 我刚才俊相提到 从上市到现在为止 赚了这个5000多倍的这个数字 那另外一个 但是他不是没有遭遇过危机 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开始遭遇到一连串的这个挫折 当时原本要转型 他原本跟AMD合作 结果AMD就说 我们要跟你合作 我收购了一个绘图晶片大厂的ATI 我就不跟你合作了 然后他又转向跟英特尔合作 但是呢 因为呢 他跟苹果有合作关系 所以就被中止了 这个也不能够去 也不能够找英特尔 就后来又找安谋授权 然后结果没想到 因为跟Google合作 又惹了高通不生气 又惹了高通生气 所以等于是说 很多人他怎么走怎么走 好像处处碰壁 所以他股价其实在2008年那时候 2008、2009年的时候 曾经遭遇到一些危机 不过后来黄元勋他说 我还是坚决 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图像处理这一块 所以他从2012年推出了 所谓用于资料中心的图像处理晶片 就是也就是现在AI的雏形的晶片 我讲的GPU 对类似这样的雏形 但是当时也没有涨 因为你看2012年 当时股价也是没有涨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真的加密货币 因为加密货币 的确是要用到GPU的算力 来挖矿 所以就开始崛起了一次 开始崛起一次 当时有开始往上涨 结果没想到2018年 遭遇到这个寒冬 挖矿马上又雪崩 所以股价又开始雪崩 然后2022年又爆发俄乌战争 股价又往下跌 但是经过俄乌战争之后 整个AI在去年开始大爆发之后 它股价就开始 形同这样子有喷发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在它股价不好的时候 在2022年股价不是有 大幅回档的时候 事实上那时候台积电 也跟着回档 台积电当时也约莫是 腰斩从600多块来跌到 约莫是390块的这个数字 当时分析师在说 你要回到这个600块 还要5年以上的时间 这跟回档差不多 结果没想到时间 才过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它不只是回到了高点 那当时台积电的高点是688 现在的高点也是逼近千元 当时的这个挥打的市值 可能还不到一兆美金 现在已经来到三兆美金 所以在告诉你说 其实黄仁勋能够走到今天 其实后面有非常多的血泪 后面有非常多的 他的坚持 才有创造今天 这么庞大的市值 跟这么伟大的一家公司 好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这一波的AI浪潮 中国真如老谢他的形容 只能用嘴巴吃豆腐吗 中国最近两个大厂说 等着吧 我们的4奈米手机晶片要来了 真有这么厉害吗 过去他们要超车 就是砸钱砸钱大基金 可是现在中国富人 正破纪录的出逃 没钱 你要怎么超车啊 全世界最大最激烈的一场 无烟消的战争 是什么战争 AI战争 中美科技战 包括AI 包括晶片 包括半导体 好 美国率领他的盟军 对中国大陆下了这个封印 但是中国大陆就想把封印突破 这两天 大家一直谈一个热门话题 美国的封印被破了吗 被破了吗 主要是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的紫光斩瑞跟小米 称4奈米已经tap out tap out的意思 就是设计已经完成了 可以上生产线 准备量产了 如果因为紫光斩瑞 他现在排名在世界3到4名 他如果真的是4奈米已经下线 他有可能去跟高通 跟我们的联发科去并驾 是 好 当然中国业内人士 您说了 2026年可能性比较大 大家都惊慌 难道中国大陆突破 美国的封印了吗 没有 第一件事情 拜登看到了这件事情 是 立即下令加强封印 加强什么封印 最近这两天 美国商业部副部长 艾伦 非常非常神秘的 先到荷兰 再到日本去 到这两个国家 必须清楚 然后居然还是被媒体跟到 对 发觉到美国跟日本跟荷兰 签有神秘协议 为什么这三个国家 我等到讲给你听 这三个国家有多重要 好 那除了 他跟这三个国家 有神秘协议之外 艾伦特别去 加强力道 封印力道 另外 你知道现在 中国大陆的晶片厂 被美国限制清单 有几家 五家 对不起 听说 马上一口气暴增三倍 美国要祭出 16家 大陆晶片厂 我给你封杀道 你刚问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 荷兰跟日本 我要跟大家讲 美国的封印 是五道 极机密的封印 一下压上去 哪五道 第一个 技术封杀 技术封杀 美国的盟军有 荷兰 日本 德国 韩国 美国 签署秘密协议的 第二个 封杀 就是工具 工具 比如说这个EDA号 EDA是工 这个晶片里面最重要工具 EDA是什么东西 就是晶片设计自动化 是 EDA我给你 全世界排名前三名的 第一名美国 第二名美国 第三名荷兰的西门志 防堵得死死的 他们在2025年 战据的 它的战据是八成以上 所以你是被封印 你突破不了 第三个设备 半导体设备 当然设备种类很多 但是我跟大家讲 包括了石科 光科 成绩等 美国跟它的盟友 占了七到八成 你也没办法突破 我简单跟他讲 光科技全税最大的 就荷兰 EUV 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 好 再来就是材料 你知道全世界 半导体材料 最大宗的两个国家 哪两个国家 日本 美国跟日本 而且中国大陆 自己产的半导体材料 不到1% 所以 这个封印一加上去 产生了什么效果 2015年 中国大陆喊出了一口号 2025年中国制造 那就是明年了 就明年 对 当时喊出喵是 半导体 70% 都是由中国自己制造的 对 70% 结果被美国的封印一压上去 目前估计 到明年 中国的自给率是多少 多少 不到20% 所以 只剩一年的时间 100%要中国能够掌握 现在不到20% 差得可远 所以要拼命的追 过去中国要这样超车 干嘛 砸钱 大基金 大家都还有印象吧 在中国 还有这个条件吗 对 好 中国为什么在2015年 敢喊出70%的自给 当时他们有两大 特别 第一个 国家队 是 第二 国家队有 庞大的基金 去支援他们 但是现在 美国的资金更庞大 我简单讲了 刚事从讲了 现在世界第一名 是挥达 是 挥达已经 三兆三千 一 三兆三兆 然后 微软三兆三千亿 是 苹果 三兆两千亿 对 加起来 十兆 十兆 光这三家公司就十兆 对 那我们现在把 上海股市 深圳股市 香港股市 全部加起来 对 十一兆 九千三百 亿美金 惊人 三家公司 几乎就等于 中国所有的市值了 第一个 所以砸钱 你不一定砸得赢了 对 好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更可怕就是 中国大陆有钱之后 他的富豪 开始往别的国家移民 世界第一名 各位要知道 今年到现在 富豪移民 十二万八千人 是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从来世界上 没有这么多人 历史 各国的富豪 因为战争的原因 不稳定的原因 开始都在 往外面 是 那第一名 是中国 对 一万五千两百个 富豪 往外移民 英国第二 印度第三 好 那你的富豪移民 你就开始 你的资金 往外面 走了 因此 现在 一个美国的 这个封印 在那边 五指三一样 封到 一个是 你的国家队 跟你的这个 金钱 能不能砸下去 这场科技战 还要打下去 资深一人 孙鹏跟迪英的 这个独子 孙安佐 到底是怎么了 才因为在泰国 呼马闯民宅 回台直播 对父母 充分表达他的不满 没想到 又惹出了麻烦 他在家里 研发了 瓦斯火枪 说要拯救世界 结果你看这个画面 被检察官 三十万元交保 出去的时候 还比了一个 很奇怪的手势 这哪里像是一个 做错事交保的人呢 而六年前 在美国念高中 堆了一屋子的 枪械弹药 关了半年 而半年之后 几乎是如法 淘治说要拯救世界 他还好吗 那个手势不奇怪 就是他现在可能 非常迷的动漫 叫做 咒术回战里头 五条物老师的手势 他在之前 也曾经经咕嚕咕嚕地 讲了一串日文 就是五条物的台词 你可以知道 孙安佐 活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头 不管是对于钢铁人的迷恋 所以要做瓦斯枪 或者是成为 这个咒术回战的铁粉 所以这个讲话 或者是手势 都是在学这个 咒术里头的五条物 那这一切当然 大家会觉得说 孙安佐是怎么了 其实要回来看 是这个孙安佐的 整个家庭是怎么了 就是说 不管他在这个台湾念高中 或者是到了美国念高中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很多爸爸妈妈 看得会很胆战心惊 其实现在 少子化问题非常严重 那如果看到 孙安佐的话 可能会让很多 本来打算生小孩的人 可能会想一下 万一我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办法 好好的教育 符合我们的期待的话 会不会就变成 下一个孙安佐 这可能对于台湾的 少子化问题 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孙安佐现在最新的名字 叫孙建豪 他又再度的改名字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改名可以改运 那事实上 我觉得要靠改名来改运 是非常困难的 回过头来 还是要看孙安佐 这个家庭里头 是怎么样子给他一个支持 让他可以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我觉得还是回来 你要怎么样子让孩子 从脱续的轨道上面 回来这个正常的 这个轨道上面 那还是在家庭 是最重要 最核心的一个关键 否则现在是家庭问题 本来是孙安佐的家庭问题 现在已经演变成社会问题 你在这个社会上面 用什么瓦斯枪 这个弹药等等 这已经违反了刑法 社会公共秩序维护法之外的 枪炮弹药管制条例 这都是从家庭问题 外溢成教育问题 最后又回来是家庭问题 你还要解决的 还是你孙安佐这个家庭里头 孙蓬跟迪英 你怎么样子 去把他拉回来 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求助专业 会比较好一点 你刚才提到拉回来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2018年 他还未成年 在美国 在麻州念高中 一屋子的枪械跟弹药 他甚至还释放出 这种要大规模攻击的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立刻被关进去 一关关半年 他父母为他一夜白头 结果现在是成年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六年之后没有想到 出现在信义区 还真的又配了枪 去到他家里面一查 又是火药粉 又是长枪的 一模一样如法炮制 你说在未成年的时候 他的父母为他操心一夜白头 当然也是请了最好的律师 然后最强的资源去营救他 最后还是在美国的监狱里头 关了两百多天 那现在他又出事了 孙鹏夫妻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他找了王牌律师团 来帮他打官司 有前高检署的检察官 有这个法院的法官 市营地检署的检察官 地方法院的法官 这么强的律师团 其实就是在救他们的宝贝儿子 不要再进去关了 对 在美国已经关了两百多天 但这能解决问题吗 重点还是在这 他可能还有下一次 你还是可以再请王牌律师团 那这个就会一个 无限的恶性循环的轮回 所以回来 你还是应该要借助专业的人去 协助双方所回到正轨 还是拉回来 回到正轨这件事情 比如说找一下邓卫文医师 这个荣格心理分析学的方式 来帮助他 找到他自己的定位 不要再活在自己的虚拟的世界里头 那你看到 迪欣跟孙安佐沟通的方式 你就知道他们的互动的方式 就是过于的迁就小孩 比如说他用什么老子的名言 跟孙安佐喊话 这是在告诉他 你不要一错再错 他不是告诉他 你犯的这个事情很严重 而是他告诉他说 你要向外界展现 你是很强的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刻意展现 你不需要做一个瓦斯枪 大家就会知道你是钢铁人 你是很强壮的 那所以他们付家庭的沟通的这个方式 就没有让孙安佐得到一个正确价值观 应该要采取的应对方式 而是告诉他说 我们都知道你很强 你很厉害 但是你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现 那这个沟通方式就会让孙安佐 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应该要如何的修正 所以恐怕还是得需要找比较专业的人士 来协助孙安佐 好 今天大家就在讨论说 哇 你找了一个王牌律师 要来帮他拆弹 要来帮他排除状况 可是我朋友你要知道 更多更多时下努力为五斗米 在拼搏的年轻人 后面没有父爸妈 自己的老年自己养自己宰 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 非常严肃的话题是老宝 老宝会不会破产 老宗部长说 健康哪地呀 不会破产 为什么 我们有波普 但我非常的赞同今天坚哥的质询 他说 如果你的波普就叫改革的话 那我叫AI来看部长就好了 今天换者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波普也救不了 老宝即将瀕临破产的事实 我们今天好好算给大家看 年轻人穷忙一生 绕得世代扛了还不完的债 现在脚老宝是在脚心酸的吗 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到 说完之后的新闻 就是觉得他有个父爸爸 可以帮他付所谓的天价的律师费 可是很多年轻人 必须要靠自己去打拼 他自己的生活 甚至他未来退休金 也要靠自己一分一点的 去把它搅出来 可是像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的老宝年金的漏洞 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你看光看这个表格 我们从2020年到2025年好了 这个拨补的金额 可以说每年都在增加 在今年已经来到了1200亿 再加上疫后条例 等于就是1300亿元 可是我们知道 拨补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我们的这个劳动部长 何佩山怎么讲 何佩山说 我们的拨补就是劳保改革 这句话现在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劳保改革的金句名言 你怎么会讲这句话 今天哪里有问题 你该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用钱去解决 今天用钱去解决 钱是谁出的 就是我们民众出吧 所以你看从2020年至今 拨补金额已经达到了2670亿 这2670亿都是你跟我的纳税钱 去拨补所谓的劳保的破洞 但问题来了 现在我们拨补人 台电拨补 这个中油拨补 包括我们劳保拨补 什么都拿我们的钱来拨补 那我们要这些政府官员干嘛 所以你看金哥为什么今天会发怒 金哥讲的也有道理 他说如果你只有拨补没有改革 那就是鸵鸟心态 那找AI来做就好了 搞不好AI来做 你把那个程式输入去说 AI请教一下 我要怎么让我的老保年金不要破产 搞不好他出来的答案 比你核杯山的答案还要更正确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些官员 不要想着用钱来做补贴 你只会越补越大 而且你要面对现实 因为现在看起来 我们的老保年金预估在2028年就会面临到破产问题 破产问题是怎么样 你现在讲的东西 你未来退休一毛都拿不回来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大家回想一下 过去有八年前 蔡总统在刚上任的时候 他不是说这个年金改革 现在不做 马上就会后悔 当下做了 当下做什么 军公教的年金改革 改了之后 引发了社会 广大的民怨之后 开始停了 所以老保后来就停住了 嘎懒而止 即便后来陈建仁 组了什么年金改革的委员会 什么之类的 后来他也说 改革不动撑不久 这个116年就会像跳断崖一样 跳到太平洋里面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你看 这几年这张图表看下来 这几年慢慢看下来 尤其从去年开始 直线往下掉 这动势越来越大 我就问 未来十一年间 我们的缺口达到四兆 四兆什么数字 四兆是两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数字 老保年金破到这么大洞 各位观众 我们刚刚谈到孙安佐 再回来谈到我们自己年轻的问题 现在很多年轻人缴这些老保年金 未来领得到吗 领不到的话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谁要缴 最后这个问题就很心酸 来 告诉我们 现在刚刚入行 或者是入行 没太多的这些新鲜的干 这些年轻人 这么努力的拼搏 自己的老年自己攒 这个是老保的精神 可是他们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我要缴的很多 缴的很久 缴到我很老我才能领 我还不见得领的回本 那他现在是缴心酸的吗 是啊 所以大家觉得很纳闷 为什么每次要缴 而且重点是每次缴的速度 这个金额是不是越来越高 因为我们这个老保的精算报告 是每三年精算一次的 那精算的里面的报告呢 会考虑到什么 他根据的所谓的CPI 根据所谓的这些投资的报酬指数 像最近股票不是大涨吗 这些指数呢 都会落入所谓的老保精算的报告里面 所以未来我跟你讲 你缴的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那只会缴的更多的情况之下 那破产年限 我刚刚讲 刚刚这些波普金额 只是延后所谓的破产年限 他没有办法遏止破产 他只是把它延后 可能原本是十年后破产 现在延到十五年后而已 总过一句话 还是会面临破产 所以问题还是要解决 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今天中共叫改革 说改就给它隔下去了啊 那老保改革喊了这么久 为什么敢动呢 他们现在提出了四大方案 包括说高龄的这些人 延后退休继续留在职场 你就可以继续缴嘛 甚至可以晚点零退休金 再来就是提高费率 再来就是强化给付的纳保审核 就是像上面讲的 要落实所谓的核实申报的部分 因为他们说过去有些人 没有核实申报啊 给你所谓的最高六十个月的 这个情况 平均投保的薪资 可是很多人 他前面可能缴的很少 他最后五年要退休前 给你突然把这个 平均的老保薪资总的拉高 我就直接缴这个金额了 所以变成说他前面缴的很少 那后面缴的很多 那对于一辈子缴的很多的人 这样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嘛 所以这些问题现在就出来 所以这样变成说 老保的费率上 原本说有13%的天花板上线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东西 未来是不是要更严格检视 你才能遏止这样的现象 如果你没有检视的话 未来这现象还是会发生啊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就是说明要开源 要截流 这就是开源啊 你把13%的天花板打开 高收入的人多磕一些 那是不是老保的水库 就有更多水流进来 对 可是你不敢动这个天花板 他不敢动 而且现在变成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变成说 台湾变成一国两制 你知道吗 为什么 那个老保的情况 我就举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 有一位他叫廖先生 这刚刚图大家看得很清楚 他是在1983年加入了老保 他缴了30年 如果缴完30年 然后退休如果一次领 可以领到206万 可是他如果选择说 我未来用 刚刚讲的60个月的公式 来做所谓的投资 拉高平均值来投资保的话 他可以到 所谓的65岁退休之后 他再领 领月退 他领月退后 一个月领2万年 所以他80岁 80岁可能结束生命 他多领18年 他18年这样加起来 他等于可以领到500多万元 那本来就是一次领200万 如果我按月领 活得越久 领的越多 就可以领到超过至少500万 对他领到500万 代表讲 刚刚不是说他一次领 可以领200万嘛 那入月退可以领到500万 那减下来 多的200万谁付 就是你我的拉税嫌付啊 因为他的保费也没有多缴 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要多付他这么多钱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嘛 这个不是康先生的错 这个是国家制度的问题 要改就是要改这个啊 对所以现在他问说 我们国家 为什么感觉你好像缴的很少 但是上一辈的领的很多 是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现在我们看 不止台湾 我们看全世界的一个排名 计算所谓的老年给付的排名 坦白讲 我们光看台湾在 这个所得替代率这个方案 全台湾基本上是各国领先的 来到百分之63左右 你看日本 包括韩国只有百分之三十几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的费率缴费 其实是不如所谓的日本跟韩国 我们缴费台湾 百分之十几 可是我们的费代所多 你支付得多 怎么会不倒啊 所以大家觉得很奇怪 根本就是世界奇观嘛 你看你缴的那么多 结果你缴的那么少 大家觉得非常神奇 尤其是下一代年轻人 为什么你说年轻人很辛苦 这一代65岁的人 他可以缴一块钱拿回 大概七块钱到八块钱等 或不等 但是像可能比我小十岁 他25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现在缴一块钱 未来他退休 领不到两块钱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就说 你现在缴这些钱 未来再加上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CPI这些东西 你未来可能连两块钱都领不到了 好 袁俊 我觉得兼科咨询说的很对耶 今天你只剥补不改革 这就得了劳保破产是没办法的 你现在年轻人要如何 新鲜的干 努力的工作 缴劳保缴辛酸的吗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政府现在提出每一项的新对策 后面补的一句都是说 预估破产年限会再往后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希望的 整体的劳保的制度 他应该是健全的 而不是透过用剥补的方式 剥补用什么东西剥补 还不是用预算 还不是用我们大家所缴的 这些纳税钱 那你今天把它给往后延后 数年的时候 那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像我的小朋友 今年二十岁 他现在就开始担忧讲说 他会不会变成 他要去参加劳保制的时候 变成是我要做的越多 但是我领的越少 为什么我们从 几次劳保的改革里面 你就会发现 他不断的去延长你的给付的 这样一个条件 也就是你可能要 这个工作的时间更长了 那你可能能够拿到东西又越来越少 所以才会变成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政府你今天在面对到劳保的问题之后 其实你没有真正去检讨整体的制度 给钱是最容易的 因为反正你给的是政府的钱 不是给你自己口袋里面的钱 但对于民众来讲 这些钱都是我每一年每一年 每个月都要缴这个保费进来 而我越年轻的朋友 越晚投入职场的时候 他面临到这种所谓的 缴多零少的困境的时候 当然会对政府 这个所谓的波幅政策 感到非常非常的不满 林先生 这是我说的 很新生的 对 所以我也计算过 如果我工作到年资35年的时候 我一个月可以领3万块 不多 可是对我来讲 你要怎么去做改革 包括我们讨论 现在的劳保是这样 缴的少 领的多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改革 不是政府剥补而已 而是赚了多的人 可不可以保费再调整 再增加一点 就是说你不仁 赚了多你就缴多一点 就跟健保一样 二代健保有补充保费 赚了比较多的 通告费比较多的 扣一些 缴一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政府不能不动 勞工是所有人心里面的那一块 本来就比较辛苦了 可是勞工里面 也有分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薪水阶级 领比较高的人 就缴多一点 譬如说你的健保补充保费 譬如说你股票收入多一点 这些本来就要缴多一点 改革必须要做 否则未来 勞保破产 所有人都领不到 大家才是倒霉 好 秀玲 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 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 勞保费率上限13%的天花板 现在没有规划要把它拿掉 也就是说 政府不敢去得罪那些高收入的人 你都不敢当坏人 眼睁睁的就是拨捕 拨捕 拨捕 然后你告诉人民说 建户抵抵抵押 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 劳保制度的设计 因为它涵盖的劳工 两三百万人 那这里面 两三百万人 其实台湾的 这一个所得的结构里头 这个劳保是薪资所得 你才会被这个处理的部分 劳保费率的部分 但是台湾有太多的人的收入 是来自于资本利得 所以这中间的这个平衡性 这个税制改革 那个部分可能可以成为 就是所谓的二代健保的概念 就是我把资本的所得利得里头 有一部分是处于 跟劳保的费率当中间挂钩 这也许有可能是一个解决 现在这个劳保费率 上限天花板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的上限天花板 那个保的最高数字 也就是四万多 那我们政府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的薪资平均所得 已经到了六万多了 已经到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在 这一个费率上限的雨伞之下 大部分的人 所以你一条这个费率 你等于得罪所有保劳保的人 就没有什么高跟低 所以他的可能不是 这么简单的一个 把这个13%的这个天花板 打开就可以的问题 他需要透过其他的 这个税制更公平的方式 去做税制的改革 然后把劳保相关的议题 绑在一起去思考 就是说台湾有太多 这个税制上面 不公平的部分 让劳动所得 只有劳动所得 为主要收入的这些人 我缴最多的税 可是我未来领越少 我25岁的人 照我现在这个劳保制度去缴 我只能拿回1.77 这告诉大家说 这完全被通膨吃掉 我们现在通膨 早就已经超过2% 到时候可能是3% 那时候的CPI 如果到3% 4% 现在的美国 将近5%的这个CPI的时候 那你根本就不可能 在退休能够得到一个 正常的生活水平 那因为你完全都被通膨吃掉 观众朋友 一天比一天热 全台热到爆的情况之下 怎么到处没冷气呢 高节月台等个车超过30度 没冷气 台北新一区百货公司 热到像烤炉 也不知道我们放冷气 电不够吗 要我们共体时间吗 请问经济部长 单兵如何处置 赖总统刚刚成立了气候变迁委员会 核电要不要研议交由挺核派的佟子贤 去研议去讨论 连市阵容林伯峰都建言 又燃起了大家 对于核电复兴的一丝丝的期待 佟子贤要挺住啊 可别变成下一个郭志辉了 今天全台的民众只要一出门 一定觉得天哪超级热 你知道吗 尤其吹来都还烧烘 你光看这一个 高温资讯表这样会吓死人 你知道 你看到在中南部的地方 不是黄色就是橙色 事实上这个有四个县市 现在飙到36度所谓的橙色警戒 结果这个黑熊他干嘛 你知道 他在壽山动物园 结果他只要一吃完早餐 就像画面这样 他也不用人家Cue他 不好意思 你去哪里 没有 他自己直接坐到水池里面去 尤其你看这个模样 好不像一个人坐在那里泡他 而且一脸舒服的样子 那个V经过水影变成X了 你们看到 但我真的觉得 他到底是泡的是冷水还是热水 现在也不知道你知道 那我们就讲 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 就没有电可以用的这些 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虽然政府讲说 我们没有缺电的问题 但是只要一停电 我跟你讲哀鸿遍野 你看西门町 居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包含影城还有周边 居然陷入了一片昏暗 为什么 因为有14000户左右 因为高压陷入设备跳脱 导致没有电可以用 那你说北部发生这个情况 在屏东 屏东有1000多户的民众 一样在晚上的时候 变成没有电可以用 台电的说法是说 这个是因为变压器 这个故障 而且说对于民众不变 非常非常抱歉 但是台电又强调了说 没有缺电的问题 只是我们民众想的是 你说没有缺电 我就是没有电 你告诉我这怎么解嘛 火辣辣的太阳下山之后 这样给我跳电 都已经够麻烦 那日震当中怎么办 来 导播给大家看到 这个是来自于高雄凤山 校园里的画面 你都看到那个火光 啪啦一个 怎么会这样呢 电箱居然爆炸 一问才发现 原来是今天中午 日震当中 体感温度飙到34度 开个冷气有很过分吗 刚好而已吧 结果才要开冷气 棒 电箱给你爆炸 没冷气可吹了 当然这个电箱走火的详细的原因 到底是不是陷入或什么问题 这个还必须要去查 可是刚刚主持人讲 就是我天气很热 我就是吹个冷气嘛 那让我舒服一点 不会比较好吗 可是问题就来了 其实你知道吗 在过去几年里面 很多民众都会觉得说 我平常在家里开冷气或干嘛 是不是店会用得很多 那我就到公共场合去好了 结果没有想到 你知道吗 在高雄居然发生到说 有民众走到高节里面 那高节老实讲 因为有很多都是密闭式的空间 那大家以为说 里面应该要有空调 结果没有想到 居然没有冷气 大家好热好热啊 结果高节接获反应的时候 他是说 我告诉大家 是因为要配合所谓的节能政策 所以早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还有下午四点半到六点半的时候 会开冷气啊 等一下 最后的楼子就是日震当中 所以日震当中不在这个地方 十二点到下午两点这么热的时候 对不起 这个地方不能开冷气吗 没有 我告诉你高节还讲说 你这样子有点误解我们了 为什么 他说最近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我还提早一个小时开啊 我们就谢主隆恩 但我就提几个问题 第一个网友说你十一点开还是热 你三点开有什么用 我就讲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要在家里面 我到公共场合去对不对 那我在家里面我就节省店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有人到这个所谓的台北市的一些百货公司里面去 居然发现到说整个百货公司就跟烤炉一样 结果问了楼管 楼管说什么 你知道楼管说 因为现在公家机关在检查 检查什么东西啊 你要检查到底用电量吗 还是检查它的温度呢 结果呢 居然也有人发问讲说他今天早上开店的时候 百货公司终于开冷气了 结果呢 今天那一天早上大家的问候雨 不是说早安早安你好 才去吃吧 居然都讲说今天终于有良心了 因为经济部在之前有推一个叫做限温令 他就是担心你这个公共场合 是不是电开的太低 温度太冷这样子 所以他就说针对餐饮旅馆百货公司这些 还有规范冷气温度说23度加减1度 简单的说就是22到24 老实讲我完全赞成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点是不是有点变相的 大家在严格在执行了 你刚才看到说像高杰这个 干脆就给你限定时段开 那甚至这个就是跟你讲说 我连百货公司也不给你开 那这样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他到底是省了电 还是更浪费电呢 大灾问 任俊晶带我们来看到是昨天 赖总统他宣布成立的三大委员会 其中最受瞩目的气候变迁 因为牵扯到能源牵扯到用电 让童子贤进到这边当附召集人 总统补了一句 燃起大家对于这个期待 他说核电是不是延绎 我们交由这个气候变迁委员会去讨论 核电复兴还没有死掉 而且你看他这一次被纳进去 有一个人叫做童子贤 童子贤在过去被认为说 他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挺和派 那你今天把他纳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对策委员会里面去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是要松绑所谓的能源政策 甚至你现在看到人想说 童子贤进到这个委员会里面去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民进党 其实现在也有发现到 在电力的整体的政策上面 事实上是有一个盲点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这个 所谓的2050的 净零减碳的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呢 你没有用到这个所谓核电的时候 33会的理事长林伯峰 他就讲啊 他就讲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根本你不用核电 都没办法做得到的 所以他也认同说童子贤 能够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委员会里面去 当然其实核能的问题 为什么在最近突然变得大热门 当然是因为新的这个经济部长 这个新的经济部长 你不自会部长 讲什么都被校正回归 他那一天不是有讲说 如果法令啊什么什么 可以这个调整的话 他当然觉得说 如果这个核二核三 可以再演绎二三十年 对不对 结果没有想到 我看他最近除了那个 被校正回归之外 还有多了一个新的争议 因为呢 他说他居然被人家发现到 他转发了一个这个 赖群组的这个对话 他说质疑立法院 已经被中共掌握 国家整体的方向 还朝中共疫情方向前进 你知道吗 拜托耶 你顾好你的能源政策 供电就好 怎么在这个时间传出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在 小群组里面的对话 谁要黑他吗 当然说实话 这个跟电无关 但是因为他前面讲到说 好恐怖啊 这讲到政治议题 是 郭志威今天被问到的时候 就说我告诉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们又有误会了 他说那次他是没有完全看完了 就把东西发出去 他还讲说 这是我的坏习惯 以后会很谨慎 但是就回到 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之前在核能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认为他讲的是他的良心话 他不是没有看清楚 他是内心的讲话 结果没有想到 就这样被校正回归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连赖总统都说 核电的这个议题 可以进到委会来去好好的讨论 那我们真的要跟这个郭部长讲 你这个随手转发讯息 你可能认为坏习惯 但是如果你讲出 你自己良心相信的话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 你要好好的保持 到底台湾缺不缺电 明显 就在刚刚 经济部长 国部长他说 说破坏 你们都不相信 从7月开始 全没几天 我就每个月公布 到底你们用了多少电 我们还剩下多少电 这样大家就能信了吧 你怎么看 台电现在我觉得会很伤脑筋 7月1号开始 变成台电要考联考 到时候7月1号开始 它会变成数学体 每天公布的用电量 到底实际上用电跟缺电 实际上供需是怎么样 台电讲的数据 公布的数据 大家会相信吗 你会数据出来 变成又在骗人了 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 和3的1号机要停电之后 现在6%的电 能不能供应的上来 6%从哪里找出来 现在就你要伤脑筋 现在讲说 云林的卖1号机 2号机 现在要研溢了 拜託你和电停电之后 你变成是用炭 你是火力把电供上去 变成台湾现在大幅增加 变成像用肺发电 所以现在6%到底哪里来 现在我觉得台电变成要玩数学公式 公布这些数据 谁相信 包括最近夏天又即将到了 7月1号又是夏季 现在我们这一天在看 西门町停电 我的内科也停电 我的库箱屏东也停电 到时候停到谁 停到俊相你家 停到我家 你我家里都可能停电 都可能跳电 好 经济部也不要那么凹说 是跳电不是停电 拜托 停电跟跳电 民众感受就是我家没电 晚上尖锋时刻 我来用晚餐 用晚餐 结果变成大家都烛光晚餐 是大家感情变更好了吗 不是这样子 7月开始会更热 如果跳电停电 更频繁的话 会怎么办 民怨会士气 所以不要为难台电了 现在到底有没有缺电 怎么供应 河山一号机停电了 6%停电才是关键 所以经济部长 不要再为难台电了 我不是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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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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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提早 早早 我论子 我论子 可能 我论子 我论子 在下来 往前 我论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